大家好 歡迎收看外交短評 國家主席習近平9月20日 與到訪的馬來西亞國家元首伊布·拉欣 舉行會談時說 中國願意與馬來西亞深化戰略合作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節問題上 相互支持 共同實施好馬來西亞東海岸鐵路等重點項目 伊布·拉欣說 馬中關係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基礎之上 馬來西亞願意與中國一齊 為維護南中國海和平穩定 作出建設性貢獻 馬來西亞學者對新加坡聯合早報說 大馬國家元首本身與中國關係一直都非常好 從元首表態 願意維護南中國海和平穩定 以及兩國高層互訪頻繁等因素判斷 馬中不出意料將會進一步深化經貿和基建合作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 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許利平就指出 中馬關係兩大定位、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和命運共同體建設在會談中都被提及到 顯然異見在地區和全球局勢不穩定的背景下 中馬關係仍然持續向好 馬來西亞是南海主權申訴國之一 但是很少與中國公開直接在海上發生衝撞 許利平認為 伊布拉欣關於南海的講話有兩個含義 第一是中馬將會就南海爭議 持續保持溝通管道 第二是馬來西亞明年將會擔任東盟輪值主席國 完成南中國海行為準則談判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但這方面難度還是挺大的 馬來西亞與中國關係良好 從今次伊布拉欣和習主席會談時一些個人的話題 以及兩國元首的互動可以體現出來的 伊布拉欣在會面中 遺起了病逝的王子 不禁當場落淚 星洲網報道陪同伊布拉欣訪華的 馬來西亞房屋及地方政府部長 魏可敏轉述 伊布拉欣在會談中表達了對中國的感恩之情 當年中國協助由佛三王子 阿都加里爾換肝 手術雖然成功 但阿都加里爾仍然不敵病魔 在2015年因癌症病逝 年僅25歲 當時阿都加里爾在廣州孫中山 第一附屬醫院接受移籍手術 魏可敏又引述伊布拉欣告訴習近平 他的曾祖母來自廣東名為王阿嬌 習近平聽了之後就指示官員 到廣東找尋伊布拉欣的族譜 伊布拉欣還向習主席贈送了 兩箱A級品質的貓山王和黑刺榴槤 陪同訪問的魏可敏透露 習主席當時說貓山王已經是享譽國際 黑刺更加是難能可貴 兩者都是榴槤中的極品 他回去一定會好好嘗嘗一嘗 魏可敏向馬來西亞傳媒形容 這次的榴槤外交非常成功 貓山王和黑刺都是來自馬來西亞的知名榴槤品種 其中黑刺更為珍貴 產區主要集中在北馬 每年的產量只有200噸左右 被稱為水果王中王 今年6月馬來西亞獲准向中國出口新鮮榴槤 此前馬來西亞只是被允許向中國出口大學的冷凍榴槤 馬來西亞農業及糧食部長 拿督斯里莫哈末沙報星透露 直至目前馬來西亞已經向中國出口了大約400噸新鮮榴槤 相信下個季節將會有幾千噸新鮮榴槤出口中國 馬來西亞今次的榴槤外交相當成功 成為了中國和東盟的外交熱話 同時這個話題更是敲打了菲律賓的痛處 近日內地多名的時事分析博主都提到 菲律賓的榴槤製銷 搞到菲律賓當局很頭痕 先介紹一下背景資料 中國是榴槤消費大國 中國海關總署的資料顯示 2023年中國鮮榴槤進口量是142.6萬噸 價值67.16億美元 同比增幅超過七成 去年入口中國的榴槤 泰國佔了大頭佔65%有93萬噸 來自越南的有49萬噸 菲律賓就包尾 而今年市場對菲律賓更加不利 因為馬來西亞加入 可以向中國出口新鮮榴槤 北京日報等媒體在中秋之前就報導 今年8月以來首都機場口岸 進口各類水果421.7噸 同比增長55.7% 其中進口榴槤有127.3噸 同比增長209.8% 時事博主後沙月光的評論就指出 本來菲律賓榴槤有機會在中國水果市場分一杯羹 現在只能眼白白地看著他們的鄰居起堤中秋市場 而菲律賓的果農就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寒冬 榴槤和香蕉都堆積如山 在去年年初菲律賓總統小馬可思的 政府官員曾紅心勃勃地提出 2023年全年要向中國出口5.4萬噸以上榴槤 結果賣到中國的只有3,763噸 連計劃的零頭都達不到的 只是佔中國榴槤進口總量的0.26% 後沙月光指出 原因是什麼其實都很清楚 不過菲律賓政府就是假裝不知道 也不想去解決問題 菲律賓又將希望寄託在2024年 不過上半年菲律賓榴槤出口目標 完成率更加慘淡 比例不足6% 再加上錯過了中秋檔期 外界預測菲律賓榴槤出口數量將不會超過2023年 文章批評菲律賓當局自欺欺人到什麼程度呢? 在果農的壓力之下6月26日 菲律賓國家經濟與發展局局長 巴里薩坎在接受日本產經新聞採訪時 公開說 菲律賓歡迎中國 雖然與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存在對立 但是菲律賓希望將經濟與政治分開 菲律賓不會對中國設置不必要的貿易和投資壁壘 言下之意就是 菲律賓配合美國在中國南海對抗中國是政治問題 與經濟無關 希望中國繼續採購菲律賓產品 最好就是將5萬多噸的榴槤都賣光給中國 不過馬來西亞榴槤的出現 令到菲律賓的果農和經銷商都心慌 它們的榴槤只能夠各自在倉庫裡 要不就賤賣 要不就是爛了 而農業資金鏈斷裂 引發的問題就會更嚴重 內地傳媒還報導說 菲律賓榴槤自身也存在諸多的問題 例如是冷鏈設施落後 運輸條件不達標準 大批的榴槤未入境就已經變質 自然很難通過中國嚴格的檢疫要求 後沙月光就指出 早前菲律賓海警船9701號 因為被中國海警封鎖到 沒有食的也沒有飲的地步 而美國又沒有提供武裝護航的情況下 很狼狽地離開了先賓礁 這個與菲律賓果農將幾萬噸的榴槤 攪爛在自己手上的本質是一樣的 要引狼入室挑釁中國就必須為此付出代價 如果正經分離 那麼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印尼、魯窩會怎麼看呢? 這個就等於告訴大家 對華友好與對抗中國的結果都是一樣 一場東南亞國家與中國的榴槤外交 可以總結幾點的觀察 第一馬來西亞長期試圖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維持平衡 以謀求利益最大化 隨著中國的崛起特別是高科技產業的突出表現 東盟與中國建立自貿區之後 東盟經濟可以説是城勢而起 不要說馬來西亞、印尼甚至新加坡 都選擇在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維持平衡 以謀求利益最大化 更加會在中美之間試圖做和事佬 希望兩國的激烈競爭不會失控 每當有緊張局勢出現的時候 更多的是做降溫的舉措 即使越南明明不服中國 但也維持良好的關係 更不要說馬來西亞了 在安亞爾上任以來 更是在中美兩者之間偏向中國 安亞爾早前透露馬來西亞將啟動 加入由中國和俄羅斯主導的金磚國家的程序 中國都連續15年成為馬來西亞的最大貿易夥伴 因此他們在中國巨大市場上可以分一杯羹 是正常理性執政者的選擇 第二菲律賓自小馬可斯上台之後 美國擺明是要借菲律賓做打手 但小馬可斯就是願意做馬前駛 挑釁行為越做越誇張 還認為可以以此威脅中國在經貿上讓一讓步 世事很難兩全 既要做美國的打手 又要中國讓利開放市場 邏輯有些問題 其實以中國民眾現時的心態 對菲律賓產品都不會有好感 對政治關係臭角極敏銳的中國商人 亦都不會願意大量入口菲律賓的新鮮水果 根本不是政府行為都會令到菲律賓的農民欲哭無淚 第三東盟國家不同的選擇 亦都反映出全球普遍的現象 中美鬥到難分難解 而且未來一段長時間都會如此 真是很考驗各國政治人物的平衡術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視頻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視頻看的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布 去巴士的布網站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製作內容需要投入很多資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 訂閱石樓台 有你的支持 我們才可以繼續製作節目 多謝大家